来看这两位大明星也是好哥们 就是胡歌和霍建华 分别演出狼牙榜 花千古 而成为新名代的男神 那么两个人就因为古装戏翻红 似乎也掀起带起古风潮 也让之前常常演时装戏的温生豪 现在开始挑战古装武侠角色 对 新的戏正在准备要拍 然后他是剑道的大师 他要保护鱼长江 为了新作品挑战武侠角色 艺人温生豪在古装电影 宇长剑中大展身手 为此他可下足了苦工 自己预设是类似希望能够像 周润发的那个李木白 因为在角色里面类似这样 他就是一个大师很沉稳 然后一朝必命 古装剧未为风潮 许多男星因为古装剧一炮而红 男星霍建华就是借由 奇幻古装剧花千古 在大陆创造收视夹击 货建华在戏中 引活了酷帅上仙这个角色 这部古装剧 在大陆的网络点播率 创纪录 也让货建华的演艺事业 再创高峰 艺人胡歌演出狼牙榜当中的梅长苏 以炮而红 戏剧邀约不断 雷小S都将他视为两岸最帅男神 虽然古装剧当道 但不是每一个男艺人都能靠古装剧 创出新高峰 想创出超高人气 还是得各凭本事 记者机关红方峰台北报导